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全是他一个人的 他那个朋友呢 他俩不知道什么原因吵翻了 格雅搬出去住了 吵架了 好像是的 原因还不清楚 但是 如果没有格雅的铺垫 我们贸然跟陆安娜接触 她是不会同意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少爷的病情很严重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 那怎么办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你给我叮嘱安娜 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我试试能不能说服安娜提供血样 我们进人室剩下的 听天命吧 我们应该试试 到网上 promin.com 差点 禁止 ��이 然 患 鸭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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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 我家里有点乱 你们别介意啊 你一个医生 家里怎么可能乱啊 我不相信 肯定特别地干净 还真不是 找什么呢 钥匙放这儿了 对啊 我的小秘密都被你们发现 请进 用换鞋吗 不用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挨这一个月多少钱 应该比你们那儿便宜点吧 但是我一个人承担还是有点压力 有什么压力啊 你现在都进了海运公司了 只要你好好努力 肯定能挣很多钱的 以后别说是交个房租了 买一套都不再花价 但下如此吧 买一套都不再花了 转发是不容易一套的 转发的 你ia 我跟你说 以后别当着别人面 说干爹和朴祥的事 听见没 有消息了 安娜去了浦江 浦江 对 有意思的是 赵平凡昨天跟单位请了假 他去的那个地方 也是浦江 浦江大一是在跟踪他吗 好像是 赵志强 你来干吗来了 这位是 小姐 你好 我是赵平凡 赵平凡呀 好几年没见了 听说你去滨海了 是啊 去了几年 达树在吗 我爸他 听说达树病了 我们来看看 不用了 医生说我爸需要静养 你们先回吧 干吗呀 我们跟你爸有几句话得说 赵志强 我跟你没什么可说的 要不是看在赵平凡的面子上 我都懒得搭理你 志强 对不起啊 我们真的 是有些事情想见一下大叔 用了几分钟 有什么事跟我说吧 你说不着 志强 当年征地补款的事 征地补款的事 你还有脸说呢 要不是你那倒霉爹干的好事 我们至于大家伙跟着遭殃吗 少说两句 请回吧 起来你 你干啥呢 出去出去 你给我出去 出去出去 你们俩不能给我出去 行行行 来劲是吧 怎么了 怎么了小霞 他 他要打我爸 我爸昨天中风在家躺着 他们两个莫名其妙地冲进来 要打我爸 少过演戏啊 我没有 我们 我们俩找他爸是有事要说 明明就是要打我爸 谁谁跟你说不清楚 等一下 说完再进去 别动手 干嘛 你是谁啊 话说完 话说完 我起来 话说完再来 你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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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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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话好好说 谁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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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romp 别动手 别动手 干嘛